上期说到德国队一军参加世界杯 意大利队的连胜记录也就此终结 大家好 我是全书 话说这个世界杯大赛事 每年举办一次一次举办一年 所以除了比赛之外 期间肯定还会发生许多其他故事 比如冲田海最近因为一盒录影带 他在非洲队的地位直线上升 那个事情是这样的 金藤原在西班牙看到冲田海的表现后 就邀请冲田海和他一起加入西班牙队 他们正在为明年的世界杯做准备 而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非洲队的妹子们就不淡定了 朱丽安注意到冲田海最近开始 整理行李调整车子陷入沉思 然后朱丽安就去找小豪他们问情况 大家是觉得冲田海肯定也想比赛 不过朱丽安说他们邀请过单杯拒绝了 于是小豪腾吉就给出了一个主意 你们只要有一个人装病就可以了 接着非洲队员在看到 冲田海和英语龙在西洋下愉快地练习之后 他们决定下场比赛让威奇装病 这样的话冲田海就只能参加比赛了 非洲队的下场对手是日本队 比赛是环岛三圈的前四名正先赛 虽然看上去很简单 但却有两种跑法 一种是靠近沙滩比较安全 但路面崎岖不平的路线 另一种是靠近海边比较冒险 但却可以跑出速度的路线 比赛前非洲队的换人计划成功 冲田海作为替补队员上场 在这场比赛里 阿海感受到了来自队员和对手的无比乐情 大家都在疯狂了给冲田海加油 而冲田海也是越跑越开心并哈哈大笑 不过中途跑海边的四扬车被海浪卷走 虽然冲田海的车子一直没有找到 但小豪和英语龙并没有自己先跑 最后是朱利安找到了大蜘蛛 他们四个又同时出发公平比赛 当然最后获胜的还是日本队 比赛结束后冲田海才明白了一切 他有解释自己并不想去西班牙 并且他还给近藤园回信加油 之后动画播了三集 和世界背关系不大的剧情 一个讲的是小豪藤吉他们去露营 结果小猎小豪藤吉不小心发生山难 最后靠着四驱车获救的故事 不过其实后来发现不用这么麻烦 因为英语龙兄弟就在那附近露营 第二个讲的是试展大会 在日本动画里这也算是一个老桥段 始作俑者是铁心老师 布置安排由燕佐负责 之前我们知道小猎是很怕鬼的 但经过这一集我们发现 原来最怕鬼的是英语龙 他在听完鬼故事之后连战都站不起来 而且他后面还揍了要吓人的铁心老师 当然按照惯例故事最后肯定会出现鬼 只不过他纠缠的是铁心老师 第三个故事是亲子大赛 讲的是星马爸爸的老板 因为出差原因无法带孩子去 参加电视台组织的亲子四驱车比赛 于是他就请星马爸爸帮忙代替一下 小猎小猴这时就比较担心爸爸行不行 看得出星马爸爸也是很努力 亲子大赛那天 电视台还请了日本队过来示范起跑 随后日本队就去跟奥丁队比赛了 而因为小猴实在放心不下爸爸 所以腾吉就派人给他全程直播 接着日本队很快就赢了奥丁队了 然后大家又立马赶回去看亲子大赛 啊奥丁队是不要面子哦 虽然最后爸爸并没有赢得比赛 但在看到他鼓励冲出跑道的修一 继续完成比赛时 小猎小猴突然想起 以前爸爸也是这样鼓励他们的 无论成绩如何都要坚持跑完全程 两兄弟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世界杯 日本队的下一个对手是意大利队 比赛规则是前五名积分制 其他人主张利用团队阵型 只有小猴一个人觉得这样不行 因为这样会变成对方的靶子 可惜并没有人相信小猴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博士让二郎玩明天把工具箱准备好 隔天比赛在高塔赛车场举行 小猴不但没有配合团队阵型 他还把阵型给打散了 因为这个场地实在太适合攻击了 同时小猴还试图阻挡神剑号 然后他就被小猎甩了一巴掌 而且腾吉和J也又说了小猴 英语龙这边导致一句话没讲 随后小猴赌气的放弃比赛 而日本队重整队型后小猎过去道歉 结果他们终于见识到了 意大利队的真面目 在收到攻击后 小猎立马就跟小猴道歉 但我觉得那一巴掌还稍打回来 另一边意大利队的攻击还在继续 来观战的布雷特串台小猴的对讲机 他利用激将法让小猴快去比赛 这也算是回报了小猴之前的提醒 接着日本队其他队员也跟小猴道歉 但这依然改变不了被攻击的结果 最关键的是GP精灭受损了 比赛到了后半段 日本队只剩旋风冲锋 虽然少了一个轮子 但小猴并没有放弃 看到这里大家立马过去支援 二郎完也拿来了准备好的工具箱 其他人则把自己的零件借给小猴 就这样一台旋风三角眼镜蛇 进化者飓风冲锋号诞生了 令人意外的是 这台车的速度出奇的快 小猴连续两次加速再加上一次龙卷风 他直接超过了意大利全队 但是因为这场比赛是积分制 所以即使小猴第一个冲线 日本队也没有办法取得胜利 赛后博士准备向大会申请调查 不过小猴说没有必要 他们一定会在比赛中战胜对手 而这个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大会突然决定后天来场五国对抗赛 每日队友只怕一个人参赛 日本队因为只有小猴的GP金面没有坏 所以大家一致决定 按照上次的组合方式 帮小猴坐一台新车 另一边意大利队这时出现内讧 如奇因不满卡罗的指挥 他就想和卡罗比赛决定后天水上 结果自然是如奇惨败 其实意大利队内部一点也不团结 如奇这次挑事也只是为了奖金 因为只要赢了他们老板就会给钱 回到小猴这边新车已经设计的差不多了 但因为旋风冲锋底盘之前坏了 所以J拿以前的试作品底盘代替 毕竟现在已经没时间重做一个底盘 隔天在试跑的时候新车确实很快 它可以像飞鱼一样跳跃 难得这样的速度底盘根本承受不住 没多久底盘就出现裂痕 好在土屋这时打电话求助铁心老师 大家在之前的那个山中小屋 找到了铁心以前做的ZMC底盘 重新调试完之后想要再次试跑 只不过这一次新车不但跳不起来 速度也变慢了许多 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猴突然看到了远处的越野机车 他从避震系上得到灵感 并画下了改良后的设计图 就这样新车终于在比赛前完成了 比赛在亚美加主场海岸赛车公园举行 规定电池只能更换一次 参赛的有亚美加皮哥 意大利卡罗 俄国有力 澳洲吉姆 日本姓马豪 赛前英语龙还去警告意大利队 今天耍什么花招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确实就场地和天气而言 能动手的地方并不多 出发前小猴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随后比赛正式开始 一马当心的是亚美加的皮哥 至于卡罗他一开始就跟着最后的小猴 也许是如期的吐槽起的作用 卡罗在重林跑道时想让小猴新车撞树 结果新车用一个小龙卷躲过危机 不过澳洲队的车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本场比赛最难的是第三关洗衣板关卡 目前顺位是皮哥 游厉 卡罗 在进入到第三关之前 卡罗的车子突然慢下来 于是他在这里就开始更换电池 而其他三个人则是在第三关时才换 可以看出卡罗这场比赛有点新奇 为了给吐槽自己的如期一个下马威 卡罗决定干掉小猴的新车 他首先攻击有力的车子 这就导致奥米加01撞坏了摄像头 这样一来这段路就没有监控录像 随后卡罗将车子反向去找小猴 随之在碰撞前新车突然跳了起来 而也正是由于卡罗的紧逼 新车再次展现出了飞鱼跑法 小猴的避震器设计果然没错 他很快就冲到了第一名 不过由于GP芯片不熟悉这种跑法 所以在出弯的时候新车跑偏了 最后一个关卡是直线跑道 这里就是单纯的比速度了 卡罗很快就取得了领先优势 但没多久小猴的新车开始追上 终点前卡罗全力封锁新车路线 谁知这新车竟然可以原地起跳 伴随着小猴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新车从空中率先抵达终点 这场比赛最后是日本队获胜 结束后卡罗十分不甘心 而鲁奇则趁机又吐槽卡罗 另一边小猴表述了自己紧张的心情 他决定给新车取名 新车乒乓跳冲锋号 简单一点的叫法就是跃动冲锋 接着再回到意大利队这边 他们的瞎强对手是美国队 只不过这一次美国队早有准备 因为一些特别的改动 意大利队虚假的死亡之物被反弹 他们因此致实奇果出局了三台车 随后冲动的鲁奇就准备使出真正的死亡之物 但这样的话一定会暴露 所以卡罗就用自己的车子把刀抵住 结果他们两个一起出局 这场比赛意大利队又输了 团队内部开始不信任卡罗 赛后布雷特过来告诉日本队 他们是怎么反弹虚假的死亡之物的 其实就是在车身和底盘之间 塞进了强度不同的材质 借此把冲击波给反弹回去 虽然这样会让车子变重 不过跳跃者有强力推进装置所以没事 而布雷特之所以把这些告诉日本队 主要还是因为对小豪有豪感吧 之后日本队再次对上意大利队 比赛地点在富士湖赛车场 这里基本没有可以动手的地方 因此卡罗提醒其他人今天不要攻击 但这个时期已经没有人听话了 比赛在小豪踩到狗屎之后正式开始 规则是跑五圈前五名算积分 比赛开始后卡罗还不忘提醒队友 难而其他四个人还是采取了平仗攻势 第一个中招的是藤吉 好在他只是轮胎被划破而已 当然如果继续进攻下去 难免会露出马脚 于是卡罗利用激将法 引导卢奇跟自己比速度 他们两个现在是一二名 但这样的话意大利队的屏障就没有了 日本队趁机超过了阻拉他们 另一边卢奇发现自己追不上卡罗 但他不理解到底差在哪里 没多久小豪他们已经追上来了 此时前面刚好有一个小隧道 卢奇本想利用这点进行攻击 结果刀子却卡在了三条件上拔不出来 就这样意大利队终于暴露了 不得不说英语兄弟车子的屁股确实紧 之前二狼丸也卡住过魔鬼司令 随后裁判终止比赛检查车子 并宣布意大利队犯规取消资格 但这个时候日本队就不答应了 小豪他们希望可以继续比赛 因为他们要在比赛中打败对手 铁心听到之后也表示赞同 在意大利队把武器拆掉后比赛继续 令人意外的是 卡罗的车子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还是一马当先跑在前面 这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把刀给拆了 不过小豪也是很快就追悠过去 终点前卡罗利用冲击波攻击小豪 跃动冲锋因此飞游出去 但卡罗的神剑号也出了故障 最终是日本队获得胜利 而卡罗因为最后的一次攻击 让整个意大利队停赛两个月 赛后卡罗揍了又说风凉话的鲁琪 然后他就无所谓的离开了 到了晚上意大利队老板有点生气 他还叫了四名新队员出来 他们会和鲁琪组成新的队伍 这里面很明显应该是鲁琪打的小报告 随后卡罗表示他们只会叫不会打 于是新老队员来了一场比赛 结果新队全军覆没 老板再一次相信卡罗的实力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将在同一天举行 先是美国队亚买加 然后是日本队德国 比赛前几天日本队一直在训练 小豪想要研究新的绝招 小猎则带着其他人一起研究对手 结果两边都没有什么进展 到了比赛当天小豪还在想新绝招 第一场比赛是在越野跑道上举行 这是美国和亚买加都比较擅长的 同时这个跑道上还要捷径 而代价就是要冲过一个沼泽 这场比赛布雷特的指挥是OK的 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抱冷门输了 正常跑的话跳跃者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皮哥冒险去走一次捷径 然后就发现亚买加的车子可以冲过去 而且一下子就能缩短不小差距 布雷特在看到之后也让哈马去试一下 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合适 于是美国队继续保持原路线 而亚买加全队走捷径 在最后一圈时 亚买加终于领先美国队 接着虽然布雷特在正确的时间 启动了推进装置 让美国队获得了14名 但因为这场比赛是前5名积分制 所以最后还是亚买加队获胜 赛后布雷特还安慰队员 此时小猴刚好来到现场 他路上还遇到了特意来打招呼的卡罗 卡罗这时准备回意大利调整 他跟小猴说这笔仗回来后一定会算清 接着小猴归队但他没有想出新绝招 日本队目前的策略是阻止对手合体 他们准备采取人丁人战术 其中海尔由小猎来负责 由于场地替换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海尔 他被称为欧洲四驱车的贵公子 家里还有一座城堡 他个人在所有比赛中战绩全胜 并且他总是一副从容不破的样子 而此时在看台上 美国队用张的姿势看了一整集比赛 没多久综合行跑道就论好了 这场比赛依然是前5名的积分制 最大的难关是一座高山 比赛一开始就是德国队领先 日本队在提速之后也能跟上 而当旋风冲锋开始加速的时候 小猎则帮他挡住了耶利和海尔 当然小猎主要盯的还是海尔 其他队员也紧跟自己的目标 这场比赛比较戏剧性的一幕是 小猴在爬坡的时候被全部人超过去 队友们一边超还一边给他加油 而到了下坡冲四的时候 越动冲锋蠢蠢欲动 他用超高速又抢回了第一名 基本上大家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到了最后一圈 而最精彩的也是最后一圈 只见下坡时德国队准备排出合体队型 小猎和腾机分别阻止了对手 英语龙和J则趁机冲到前面去 谁知德国队竟然还可以反向合体 这招双重火箭攻势 比之前的那招双剑合臂速度还要快 海尔他们一下就冲到了一二名 眼看德国队即将获得胜利 越动冲锋终于下山了 只见他抬起车身超过第二车队 紧接着伴随着一具冲锋炸弹 越动冲锋突然弹跳起飞 这颗导弹精准地落在海尔他们前面 并且还顺便捞乱气流拆散火箭 此时海尔剑势立马追了上去 最终虽然是海尔获得第一名 不过算总分的话是日本队获胜 赛后海尔组织开反省会议 而小猴却在郁闷自己没有第一名 他很难接受在直线被对手超越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四驱都是在新闻中表扬了小猴之后 日本队的下一个对手是美国队 在比赛前的一次练习当中 我们发现越动冲锋在过弯的时候 因为被急速眼睛蛇挡住所以改变路线 但他也因此突然减速 结合越动冲锋忽快忽慢的数据来看 图乌博士发现一个问题 但经GAY演的是他就是不讲 另一边美国队好像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们这次特别定制了周密的战术 接着时间来到比赛那天 规则是跑10圈然后第一名的队友获胜 注意这里是谁跑第一谁获胜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两队战术的对决 比赛一开始美国队取得领先优势 然后哈马和布雷特一组往前冲 乔米勒和爱奇负责挡住越动冲锋 他们挡住越动冲锋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在过弯时让越动冲锋改变路线 这样的话越动冲锋就会失速 接着在直线部分组成屏障就可以了 随后图乌博士有解释了这个情况 首先越动冲锋有自己的一条最佳路线 在这条线上越动冲锋能跑出最佳速度 不过一旦偏离路线就会失速 特别是在过弯的时候 因为GP晶片识别到路线偏离就会减速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越动冲锋翻车 但比赛前博士好像没有讲这个事情 小豪就这样被一直压制好几圈 接着小列他们过来支援 谁知爱奇他们直接放走其他车子 原来他们要盯的只有越动冲锋 比赛很快来到第九圈 因为前面八圈是哈马拉者布雷特 所以布雷特现在可以使用 更久一点的强力推进装置 结果在启动前小列他们追了上来 并成功封锁了布雷特 四打二的情况日本队占优势 这里要说明下如果爱奇当时不放的话 他们三打五有可能挡不住日本队 所以这里并不算战术失误 而且美国队原本就打算包办前五名 因此等到达安全距离的时候 爱奇他们利用强力推进装置追上了布雷特 这下情况变成了五打四 美国队利用战术冲过去两台车 然后再利用汽油打乱对手阵型 就这样他们确实包办了前五名 只不过越动冲锋实在太强了 小豪在最后一个弯道靠墙追悠过去 并在直线上领先布雷特获得第一名 就这样在打败了意大利与德国队之后 日本队又战胜了美国队 我是全书 下期就是大结局了 又有新车要准备登场 决赛时卡罗他们也回来了 这次又有什么新的招式呢 我们下期继续